今次AT公众推介 第1个推荐股份 创科669 股空机构Joh Shafetz 先后2月下旬、6月上旬 对创科发表沽空报告 指控他们是夸大销售和毛利率来推高顺利 上述两次的沽空报告对创科股价造成较大的沽压 但创科股价近日已经回升到2月下旬的水平 反映市场已经消化了沽空报告 大和早前发表研究报告认为 沽空报告的主要论点有很多不足之处 例如是相关子公司DTFO被高度夸大它的重要性 大和估计子公司DTFO的销售贡献 只是占创科整体大约百分之一 而更重要的是这份沽空报告 对创科以及Home Depot长期牢固的关系并没有影响 另一间券商花旗早前发表报告说到 创科发公告反驳和否认沽空报告的所有指控 亦指出纵使宏观经济放缓 大创科今年目标通过推出创新产品 以及将产品拓展到欧洲和亚洲等新市场 从而实现中单位数的收入增长 以及息税前利润率的扩张 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在收入持续的增长 以及毛利率保持扩张的支持下 要料创科的顺利、每股盈利和派息 今年都可以在现增长 策略上 投资者不妨等创科股价回到85元的水平 买入第一注 如果股价进一步回落到82元 更加加注 年底前先看96元的水平 大跌穿75元便适宜先行止虧 第二种推介港股是中信电讯1883 电讯股向来是投资者的收息外股 在澳门电讯市场独大的中信国际电讯 近年不但年年增加派息 今年的预测股息率更高达接近9厘 是这个稳定收息之选 股价方面 中信国际电讯近年的股价跑赢本港的电讯股 尽管港股年年低迷 按年计中电国际电讯股价在2021和2022年维持增长 今年以来更加升大约1.7% 大幅跑洋恒指期内跌大约4% 派息方面 过去近10年 中信国际电讯的每股派息每年都维持增加 对编号收息的投资者来说 是一份量力的成绩表 年年加派息的突出表现 在本港电讯股当中 只得香港电讯623可以比美 不过中信国际电讯现时大约8.6L的预测股息率 仍然稍为高过香港电讯 业务上 中信国际电讯在澳门 以澳门电讯品牌经营电讯业务 尽管目前澳门有4间电讯商在营运 但澳门电讯一直占有主要地位 无论在宽频服务和移动电讯服务 都长期领导澳门的电讯市场 业绩和量力的派息 令到中信国际电讯的股价走强 在现时大市波动 但股价仍然确定在3元水平上落 股价走势上 自3月以来 中信国际电讯走势 程三角旗盈等待破位格局 预计集团在8月中公布中期业绩 预料会对股价有支持